见到上面的字迹浮现 他犹豫了好一会儿 最后杨坚并没有丢掉这张褐色的人皮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不想不周正的后尘 死于厉鬼复苏 虽然这杨皮只透露出一种邪性和诡异 但对杨坚来说却是一个未知的机会 兴许这张杨皮只真的能透露出一些重要的消息给自己 也或许真的能知晓未来 我能感觉到留下这杨皮只肯定不会是一件好事 但我现在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情况再糟糕 大不了就是死而已 总好过厉鬼复苏 杨坚目光闪烁 而且我若是小心一点 多防范一些 也许情况并不会太糟糕 咬了咬牙 他将这张人皮一卷 塞进了口袋里 已经决定将其留下了 此刻 他手中张伟的手机又突然响了起来 电话上面显示的是方静的名字 杨坚这个时候回过神来 见到方静的名字时目光微动 他差点忘记了 这个方静还在这附近 想了一下 他还是选择接通了 喂 杨坚 东西我已经给你了 你不能挂我电话啊 快 快告诉我 怎么离开这里 你快说 方静的声音很惊慌 显然他现在很害怕 因为现在的他已经是孤身一人了 旁边没有任何一个同行的同学 他虽然摆脱了身后的那个脚步声 但却还在鬼域之中 只要不走出鬼域 所谓的安全不过是暂时的 杨坚此刻目光闪烁 脑子在快速的思考着 很快 他便开口道 方静 我不会主动带你离开这里 但会教你一个方法 我也是通过这个方法才活下来的 什么方法 你快教我 快 方静催促道 杨坚道 你手机还能联网吧 现在我发一个网址过去 你打开一个论坛 找到一个叫雷电法王的网友所发的帖子 说完 他将自己之前所看的那个论坛鬼故事的地址发了过去 方静很快收到了信息 然后道 我找到了那个叫雷电法王发的帖子 那帖子是热门 打开 屏蔽其他人 翻到最后 杨坚道 方静手指冒汗 他点着手机屏幕 将那帖子打开 按照吩咐翻到了最后 一翻开 他便浑身一颤 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位身穿长衫 浑身长满尸般 脸上麻木 死灰的老人样子 这老人站在玻璃窗外 似乎正从一旁路过 没错 这就是之前教室外的那个敲门的老人 看到照片没有 将照片保存下来 杨坚道 好 好的 方静咽了咽口水 带着恐惧将这照片保存了下来 等他做完之后 杨坚立刻环顾四周 留意着四面八方的情况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那个老人并没有出现 他似乎已经离开了这里 不知道去哪了 但杨坚知道 鬼欲还在 那老人并未离开 只是不在视野范围之内而已 毕竟学校这么大 看不到那东西的身影并不奇怪 杨坚 杨坚你说话啊 我已经按你说的做了 可什么情况都没有发生啊 电话那边传来了方静的声音 猜测错误吗 那个老人并不是因为我看了他的照片出现在教室外的 杨坚皱起了眉头 之前他心中就涌出了三个假设 论坛帖子里那个雷电法王发贴是在外省某市医院当中 距离大昌是至少几百公里路 从外省某市的医院到学校撞到同一只鬼的几率有多大 杨坚决的非常非常小 除非只有一个可能 那老人是被什么东西给引过来的 一个信号 一个条件 亦或者是某个人 所以 他第一个猜测是和周正有关 那老人是在寻找周正的 毕竟周正是遇鬼者 肯定和鬼打过交道 但随着周正的死 还有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老人 所以这个假设可以推翻 第二个猜测是和方静有关 可那个老人出现到现在 方静到现在都没有死 所以也可以排除 那么第三个猜测 那个老人是自己引来的 如果假设成立的话 那么杨坚和那个老人有牵连的就只有看过了这个论坛故事 见到了他的照片 还有听到了那雷电法王录下来的敲门声 不是照片的话 那就是那个敲门的声音 想到这点 杨坚继续开口道 方静 看到下面那个音频文件没有 点开它 这是你离开这里的机会 好 方静点开了那个音频文件 咚 咚咚 沉闷 如扣打在人心脏上的敲门声响了起来 迅速的在黑暗的环境之中传开 方静拿起手机照亮了了一圈 又到杨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啊 然而电话那头的杨坚却是毛子陡然一缩 脸上露出了骇然之色 一个老人一个身穿长衫满脸死灰 不满尸般的老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学校绿化带的小路上 他步伐僵硬行动迟缓一步步向着方静走了过去 果然出现了 而且出现的不合常理 仿佛那个老人就一直站在那里一般 该死的 我猜测的没有错 那个老人是来找我的 因为我听过了那敲门声杨坚心中感到一股寒意笼罩 杨坚 喂 杨坚 你说话啊 方静还不知道那个老人正在向自己走来 继续问道 杨坚缓缓地往后退去 避开那老人的视野 小心翼翼地离开 继续听那个音频文件 不要停 这真的有用吗 方静重复着点开那个音频文件问道 咚咚咚 他手中的手机上不断地播放着那个诡异的敲门声 虽然看起来没有任何的效果 但方静却发现周围在也没有了脚步声响起 虽然看上去没用 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 杨坚的这个方法应该有用 想到这里 方静心中微微松了口气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在他的身后 那个身穿黑色长衫 布满尸般的老人正在逐步地向他靠近 此刻 杨坚立刻离开了那绿化树 远离了那个老人 回到了之前的操场上 距离至少好几百米 已经看不到方静 还有那绿化树林了 方静 还活着吗 杨坚突然问道 废话 我当然还活着 方静道 杨坚道 对不起 我向你道歉 我骗了你 你骗了我什么 方静愣了一下 很是不解 之前出现在教室外敲门的那个老人是我引来的 那东西是来找我的 杨坚道 之前我并不知道 现在才知道 而引那个老人出现的条件我觉得是和那个音频文件有关 对 就是你刚才听过的那个敲门声 什么 方静下的心脏猛的一缩 脸上露出了惊骇之色 这个敲门声能把那个老人引过来 那自己刚才点开了那么多下 恐惧再次涌变全身 他下意识的往后退了几步 砰 杨坚道 身体似乎撞到了什么东西 冰冷 僵直 回头一看 一位满脸死灰 布满尸般的老人麻木的看着方静 身体不能动了 一只苍老 枯瘦的冰冷手掌 缓缓抬了起来 逐渐地覆盖到了方静的脸上力量很大 他感觉脸上的骨头正在被碾碎 杨 杨坚 电话那头传来了方静惊恐的 而又怨恨的尖叫 杨坚不为所动 对着电话道 你教我的 做人不能太天真 说完 他挂掉了电话 对着电话道 对着电话道